好,现在我们再看终端如果是电阻的传输线,Terminal,它的ZL是纯电阻,ZL,纯电阻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当传输线的终端与传输线的特性主看,不相等的时候会有入射波跟反射波,这个我们知道,线端任意位置Z'的电压与电流, 我们现在叫,用这个式子,主要就是我们要导出它的反射系数,因为这个时候,如果ZL不等于Z0,那一定有反射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入射波提出来,这个就变成一,加上,这一项被这个除, 呈上这个,这个在分母,拿上去就变成负二,伽玛Z,这个值我们就称它叫做伽玛,伽玛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这是反射系数的,反射系数,它跟位置无关,就是反射系数的大小,还包括它的向脚, 电流也可以这样子,你可以把这个提出来,把第一项提出来, 那它就变成一,减到这个,就变成一,减,伽玛,这个值, 好,现在我们就看,伽玛,是等于这个,只有这个, 它后面那个exponential-2,伽玛Z,我们就没有算到里面, 就是前面的amplitude,它是等于大小,再称上它的向脚,因为这是浮速嘛, 这个就称为负载阻抗的电压反射系数, Voltage Reflection Coefficient, 是反射坡与入射坡, 伏正伏的笔质, 这个很重要,以后我们讲的这个传输线, 一般的传输线,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字, 伽玛的形态呢, 这个就跟平面坡, 在两个不同界之中, 垂直入射的情况一样, 垂直入射就是等什么, N2-N1, N2-N1, 跟那个很相像, 一般伽玛是复数, 它的大小一定是在一, 正大小是正一复一以内, 如果是无耗笋的传输线, 它的伽玛就等于J倍的, 它没有, 这个伽玛, 我们可以写成J倍的, 可以写成J倍的, 好, 那这个地方你看, 本来是这个, 它等于伽玛大小, 乘上一个, 这个Face, 这个是属于它的Initial Face, 这一项, 这个Face跟这个合并, 就变成这个, 这Gamma就是J, 电流, 任意未知的电流,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写个大小, 这个绝对是漏掉了, 这有个大小, 因为你这里如果有个帽子的话, 就代表是浮数, 它对大小成长这个, 这有个大小我漏掉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式子, 任意未知的电压, 跟任意未知的电流, 它是这个, 如果Gamma, 就是无耗准传输线, Gamma等于Jβ, VL等于IL层次, 就是terminal, 它的电压等于它的terminal电流层上这个, 还有, 我们把cosinJθ, hyperboliccosinJθ, 就等于cosinθ, hyperbolicsinJθ, 等于Jsinθ, 这个字, 带到这个地方去, 我们可以得五号准传输线, V, V我们现在用, IL, 这里是用IL, IL是VL over ZL, over ZL, 我们现在这个, 因为IL乘ZL, 我们直接这样看好了, 这两个相称就是VL, hyperboliccosinJθZ, 就变成cosinJθZ, 这个, 是JIL, 不是, 我们看这是Z0乘上, 因为Z0这是五号准的话, Z0就等于R0, Z0就是R0, 但是IL乘20, hyperbolicJθZ, pran就可以选了JsinθZ, i也是一样, 这个乘这个, 我们看, i, 这个我们先看后面这一项, 这个Z约掉就等于IL, 这个就是cosin, βZ, 它是Jβ, cosin就是Jβ, hyperboliccosinJβZ, 就等于cosinJβZ, 这一项乘起来, 就等于VL over Z, 这个就是R0, Sin, hyperbolic, 直接拿出来, 变成这个, 我们讲, ZL等于RL, 就是说, 中端如果是电阻, 那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样子,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线端, 主看, 为纯电阻时候的电流, 就变成纯电阻时候的电流, 这个都不变, 那么VL, 我们可以把VL提出来, VL等于IL over RL, 就是变成这样, 好, 这个地方, 我们把IL提出来, 这里多一个IL, 那么这个就变成VL over IL, 就变成RL, 所以纯电阻的时候, 它的电压跟电流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都跳过去好了, 都跳过去好了, 我们看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也跳过去好了, 不必要的, 我们就先不要讲了, 这个也跳过去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什么呢, 好,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传输线, 有现场的传输线, 这是它的generator, L长这个地方是它的terminal, 它现在这里有一个坡, 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传, 它还没有传到这里的时候, 它的坡就是第一个, 就是入射坡, 这是plus, 这个图不太清楚, 这是V1 plus, 好, 等它碰到这个了, 就像这个, 接下来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来, 碰到这个, 反射坡, 它就变成反射坡了, 反射坡就是V1 minus, 它还没有到这里, 就是反射坡, 但它到了这里的时候, 到了这个两个, 这两个, 到了这里, 就是从这里开始,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反射, V2 prime, 是这样子的, 好, 上图, 是一个有线长的传输线, 线长是L, 终端电阻, ZL, 没有画出来, 在Z等于零处, 有更多的边界条件, 这样可以使我们把线长任意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用这个值来表示, 以及传输线参数来表示, 以及用这个, 就是说, 任意位置的这个电压波或者电流波, 我们可以用这个generator的断路电压跟它的内阻, 还有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它的向长数, 还有它的长度跟这个负载阻抗来表示, 就是要导出这个式子, 导出这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看, Z等于零的这个地方, 就是Z'这个地方, Z等于零, 就是Z'等于L这个地方, 它的边界条件, 就是这个, VI, I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压, 是等于这个电压减掉这个地方的电压, 那当然就是电流, 电流, 比如说这个电流是II, Ii乘上这个就是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在那个电压降落, 剩下的就是Zi, 这个我们从电路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由这个式子, 任意位置的电压, 用Z'来表示, 任意位置的电流, 也是用Z'来表示, 刚刚我们不是导出这个式子吗, 一加价玛, 一减价玛, 好, 我们从这里, 好, 从这里, 我们可以得到V, Z'等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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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输入端的电压, 那你就把这个Z'用L来带, 那I, I就是输入端的电流, 也是一样, 把Z'用Z'用L来带, 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这用L, 这用L带, 好, 将这个式子, 将这两个式子, 带到这个式子, 一个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这样的式子, 这个我就不去导, 因为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不过希望你们自己去导一下,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两个带到这里, 分别带到这里去, 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那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Gamma-G, 什么是Gamma-G呢, Gamma-G就是电源端的反射吸收, 就是你的坡传到电源的时候, 反射回来, Gamma-G, 它是等于ZG-ZL, ZG加ZL, 可不可以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 是线端的Gamma, 它是等于ZL-Z0, ZL加Z0, 这个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带到这里, 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然后我们刚刚导出来的这个式子, 带到原来的这个两个式子里面去, 就可以得VZ'这个我们也不去倒了, 它可以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这个是用VZ-L, VZ-L就是Z, 你看这里是Z', 这里是Z'-L, 我们把这个就换成Z, 这个还是Z'吗, 这个还是没有变, I, Z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变成这样子, 其他没有变, 这个就是我们从一般的传输线里面, 导出任意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它用这些字来表示, 用这些字来表示, Gamma, 刚刚有没有说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现场Gamma来表示, 对不对? 这两个, 这两个你们也自己回去试一试, 导一导看看, 前面我们讲过, 一个有线长的传输线, 它在以Z'这个坐标来看, 在任意位置Z'的时候, 它的电压跟电流, 可以用这两个式子来表示, 这两个式子呢, 它用的是, 它的, 这个是, 它的, Source, Source的Voltage, 就是, 就是, 就是它的这个, Generator的Voltage, 然后这个是它的特性阻抗, 这是, Source, 就是, Source它的这个内电阻, 就是内电阻, 然后这个是Gamma, 这是中端, 中端的反射系数, GammaG呢, Generator这一端的反射系数, 就是用这些来表示, 那这个式子, 有时候, 用起来很方便, 这两个都一样, 用起来很方便, 那么, 我们, 接下来就是, 把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展开看看, 展开看看, 把这个式子展开看看, 这个保留, 这一项要保留, 那这一项呢, 这是分子, 分母因为它有两个反射系数, 反射系数都是, 小于一的值嘛, 最大是一嘛, 所以这两个小于一的值一层呢, 就非常小了, 所以它跟一来, 比呢小的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用起数把它展开, 好, 这就是展开式子, 前面都一样, 后面这个一, 减掉负的这个, 就负负得正, 然后再加上, 加上负一乘上负二, 被二的阶层来除, 二的阶层来除, 然后这个平方向, 这个乘上这个平方向, 就是这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展开, 这两个扩弧把它展开, 这一项还是保留在这里, και, exponential for gamma z, section也保留在这里, 然后这个里头呢, 这个gamma还乘进去, 先他把, 我们把, exponential for gamma z, 乘上1, 再乘1, 那就是这一下, 再來我們就把Gamma乘上 這一項乘上1 然後這個先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再乘1 就是這個字 然後這個裡頭 負2GammaZ'次方Exponential 我們可以把一個Exponential負GammaZ次方 擺在裡頭 另外一個擺在這個括弧的外頭 那裡頭這個就跟前面這個合併起來 就變成這個字 再來我們就把這一項乘上1 再乘這一項 這個乘1再乘這一項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好 那麼這個字在這裡 GammaG Gamma2-2GammaL次方 就是這個 好 再來我們就把Exponential負GammaZ次方 乘上Gamma這項再稱這個 OK 好 這個擺在這裡 好 這個擺在這裡 好 這個擺在這裡 然後這一項 然後這一項 從這一項 我們就把這個Gamma放到外面 裡頭就是這一項 括弧2GammaL次方 GammaL次方 再乘上這個 Exponential負2GammaZ'次方 好 我們就取這些來看看 因為取消去太多了 我們就取1 2 3 4項來看 好 這個我們再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這一項寫到這裡 第二項 我們就把Z加Z'讓它等於L Z加Z'在那個有線長的傳輸線那個圖上面 它就是L 好 乘上這個 主要這裡是負GammaZ' 這是負GammaZ'次方 這是負GammaZ'次方 好 再來呢 我們就看這一項 這項我們還是保留在這裡 這是Exponential負GammaZ'次方 然後就是這項 這項 我們可以把其中一個 Exponential負GammaZ'次方 跟這個相成 它就變成Exponential負GammaL 我們就把這個 這項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 那就變成三個 次方變成三次方 然後還剩一個 Exponential負GammaZ' 放在這裡 好 然後這幾項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講 我們現在是令這個東西 這個 看我也沒有讓它列出來 沒有列出來 我們再回頭看好了 這項 乘上這個 它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常數了 我們等等用一個VM來表示 VM來表示 它就是一種坡 往Z的正方向傳播 就是傳輸線裡面往這方向傳播 然後這一項乘上這個 這個坡就是 就是說這個坡傳到線端的時候 它就要反射 反射回來 然後它傳播的方向是正Z'的方向 Z'是這個方向是正的 朝這個方向 那就是反射坡 我們用V1-來表示 這個反射坡 當這個反射坡 又射到Generator這裡的時候 那又反射一次 又反射一次 這次反射呢 它是往Z的正方向傳播 它又是往負載端行進 然後到了負載以後 這就是V2-prime 第二次 第二次再從Generator那邊往負載傳播 然後到了負載以後 它又反射了 然後就按照 又照 要向Z的正方向傳播 就是朝這個方向傳播 負的 這就是第二次 從負載端傳播出去的電壓波 我們剛剛倒出是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是裡面 我們說V1是等於這個值 乘上這個對不對 那這個值呢 我們令它等於VM VM 它是什麼東西啊 是Generator的Voltage 被輸入端 輸入阻抗 那跟這個Generator的內阻來處 這是串連 這就等於什麼 電流 電流再從這個就是電壓 好 那這個VM VM Generator 就是從Generator 往負載端傳播 它還沒有到負載 所以它就是在一直向Z的正方向傳播 等到了負載以後 它就要反射 然後往正Z方向傳播 就是從負載往Generator方向傳播 這個就是第二次從Generator 它到了Generator 正方向傳播 然後到了負載端以後 再一次的反射 它就是這樣 一再的反射 又反射又反射 然後這個電壓一次一次加起來 一次是正的 一次負的加起來 不過每一次這個都 因為它有一箱這個東西 它都衰減 它都衰減 所以它傳播 在線上面傳播的時候 它的電壓都不斷的衰減 這就是我們的有線長的傳輸線 是這樣子 這是V1 prime 從Generator發出來 還沒有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是V1 V1 plus 這個plus沒有顯出來 然後等到傳播到這裡了 就用這條來看 傳播到這裡 它就反射 就是V1 minus 它還沒有到這裡 所以就是V1 minus 等它到了這裡以後 我們就換成這一條 它又反射了 變成V2 prime 這樣子的 好 這個 就是最初由發電機 傳送到傳輸線的電壓波 就是這裡 你看它傳到這裡 就是這兩端的電壓 VG被這兩個串連來除 就是電流 電流乘算這個 就是這兩端的電壓 這就是等於input voltage 我們可以從這個簡單的線路裡面得到 那V1 plus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 它就是從這個地方發出來的波 往負載端傳播 還沒有到負載端的時候 還沒有到 它就是只有這一項 往這裡傳播 此波 直播 抵達負載Z之前 ZL之前 好像在特性主看位 Z0的 無限長傳輸線中 行進的情況一樣 因為只有這一項 好 然後我們再看 當這個波 這個波是什麼 就是當第一個波 到達這裡的時候 到達這個 終端 終端 到達Z0的L處的時候 它的主看是 Z應該這些大L 大L 因為這個 我們沒有說它是匹配 匹配的話 它就沒有反射了 它不匹配 所以它反射 反射就 產生一個負正幅 就是這個 好像 負Z的方向傳播 像這個 不是 這個是 Z 這邊是零 這邊正嘛 所以它是 像 像這個 它現在是從 這個地方 開始傳播 到達這裡 到達這裡以後 它就往這邊傳播 OK 這是V1 V1 V1 到達這裡 到達這裡 那它就是 到達這裡以後 它就開始 朝負Z的方向 傳播 負Z的方向傳播 這就是反射系數 V2' V2'我們剛剛說過了 因為這個 這一端的 主抗跟Z0不一樣 假定跟Z0不一樣的話 它就有反射 如果跟Z0一樣 它就沒有反射了 它就沒有這個V2' V2' 這個不相等的話 它就有反射 它就有反射 這個波就是像這樣子 傳過來反射 然後再反射 然後再 傳過來反射 再反射 然後再反射 然後再反射 就一再地這麼反射 實際上就是說 因為它有γ在裡面 γ它的有十數項 十數項 十數項γL裡頭就有個這個 這個就使得它 在線上傳播的時候 衰減 每次都衰減 好 當然如果線端 這邊ZL等於Z0的時候 它沒有反射 沒有反射那就是這個 只有這個存在 如果ZL不等於Z0 它有反射 然後ZG又不等於Z0的話 那麼這段也沒有反射 於是這個波就是 V2的過去 V1負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V2正 也沒有V2負 以後都沒有了 就只有這兩個波 到這裡 反射 反射以後就變成這個 再來它就過去 它就不再反射了 好 現在我們 我們看一個例 好 我們看一個例題 好 我們看一個例題 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裡是說 有一個發電機 其實是這個發訊號的機 它的frequency是100個MHz 它的內組是10個 它的這個段路電壓是10伏特 內組是50歐姆 它線長是3.6米 線端的負載是25加725歐姆 是個複數的負載 它55號 50歐姆 5號損傳輸線 就是這個線 Z0是得R20 這是50個歐姆 它沒有這個 它只是5號損 只有電阻 沒有電抗 然後現在要求 距離發電機 Z遠處的電壓 發電機Z遠處 就是VZ 輸入端電壓 輸入端的電壓 跟負載電壓 線上電壓的駐波比 然後輸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要求這個 我們現在把它給我們的這些條件 都寫出來 VG 斷路電壓 這個是發電機的內組 50歐姆 用ZG來表示 Frequency 100個MHz 100個MHz 100再乘10的6次方 就是10的8次方 這個是R0 R0 這個是ZL ZL是這個 線長3.6公尺 然後Z0 然後Z0是等於50歐姆 走中心來 你把那個冷氣稍微開 開一下 開小的 好 我們看這個 我們先求Beta Beta是等於Omega over C 它就相當於我們波裡頭的K了 然後這個是2πF 2π乘10的8次方 Hert 然後這是3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然後這兩個約一約 就3分之2π一個 radian 應該per meter 這個寫錯了 Radiant per meter Radiant per meter 然後Beta乘L 就是Beta乘上3.6公尺 它就等於2.4個Radiant 這個是meter 不是second 然後我們就求 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這個要記起來 ZL加Z0 ZL加Z0 把這ZL帶進來 Z0帶進來 這個算一算 這個算出來 它是直角形 這也是直角形 因為兩個夫數要相除 的話 我們就把它畫成極形 比較方便 極形的話就是 這個畫出來 這個畫出來等於這個 分母就是等於這個 然後這兩個相除 變成0.447 這個就是135-18.4度 這是用度來表示 這個是用Radiant來表示 這個是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發電機端的反射係數 發電機端的反射係數 我們把這個也求出來 Gamma跟GammaG都要記住 GammaG都要記住 ZG-Z0 ZG也是50 那就是0了 然後帶到 它要求這個東西 就帶到這個獅子裡面 你看這獅子裡面 因為它要GammaG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 求出來以後 這個還保留 因為GammaG等於0 所以分母就是1 那就只有分子 分子呢 我們把Z'變成Z 它就是L-Z 因為它無耗損 所以它就是GammaG等於Jβ Jβ β是三分之二πR 這是提醒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數字帶進去 Z0了VG帶進去 這個β就是這個 三分之二πZ 1加上 這個我們剛剛求出來了 這是Gamma 然後這個就帶在這裡 β三分之二π乘二就三分之四π L3.6米-Z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畫一畫 這個就是100 100就是變成十分之五十 就是五 乘上這個 然後裡頭是1加 我們把這個畫簡 這畫簡 它就變成這個東西 它就變成這個 好 那麼這裡就代表兩項 我們說第一項 我們把這個沉進來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沉進來 也跟這個合併 三個都合併在一起 就變成三分之二Z V-4.152π 單位是Volt 這就是VZ 那這VZ 我們發現 它只有兩個波 一個是從發電機發射出來 從來往Z的正方向傳播 就是這個 這是V1 plus 然後到了這個負載的時候 它再反射回去 就是V1 minus 反射回去以後 它不會再回來了 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GammaG等於0 所以它只有兩個波 那麼這個波 那麼這個Volt 就是這兩個電壓波的合成 合成值 好 這是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我們現在要求輸入端的電壓 這是 陷入上面任意位置Z 那輸入端呢 Vi就等於V 它的Z要等於0 等於0 那就把Z等於0帶進去 這個就沒有了 0帶進去這下沒有 就只剩下一個這個 Vi就剩下這兩下 這就是input 端它的電壓 那我們可以 把這個 極形畫成直角形 然後這兩下就合併 這兩下合併變成這個 我們再把直角形變成極形 它就是Vi大小就是7.06V 它的Face Face angle就是26.23度 負載端的電壓 我們就把Z 這是ZL Z等於3.6米 帶到這裡去 3.6 變成7.2 這也是3.6 倍3.6 乘上3分之2 就是這個值 那麼我們把這個 因為這兩個夫數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我們是用直角形比較方便 所以把它畫成直角形 也把它畫成直角形 然後時數加時數 時數與時數相加 虛數與虛數相加 它就變成這個 然後再畫成極形 所以做這個電磁波就是 這個很麻煩 不過如果你計算機可以做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設定一個程式來算這個 就很快了 好 因為它的反射系數 γ是等於這個值 所以它的鑄波比 這個是 線端的 線端的 就是負載端的 所以鑄波比是等1加γ的絕對值 就是大小 除算1-γ的大小 大小就是0.447 不要管這些了 比比是2.62 這就是鑄波比 它傳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它是1 2 VL 乘上IL 都是這個Facial 那IL就可以變成VL over ZL 然後這裡頭我們把分子分母 同成一個ZL star Complex conjugate 分母就變成這個 然後這個呢 這個進來都是時數 這一項時數 這一項時數 這一項 然後取絕對值的話 就是這一項取絕對值 那取RL 許他的始數 我們這一項都有了 1 1 4.06 這是大小 35.36 2.5 最好把這個 這是福特 這是歐姆 這也是歐姆 把這個單位寫上去 最後才是瓦特 這個單位要寫上去 如果負載是匹配的時候 那就是表示 ZL要等於Z0 ZL等於Z0 就是50 Z0是50嘛 所以它就是50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因為匹配Gamma 就等於0了 Gamma等於0呢 這個0 這個0 所以它只剩下這一項 V 這個時候 任何一點的主抗 通通相等 通通通相等 好 所以這個時候 V' Z' 就是ZL VZL 也等於VZ VI 那麼就等於 等於 這一項的 大小 取大小 取大小 這個我們就不要了 只有這個 然後把這個 帶進去 就是 五福特 匹配的時候呢 它有最大的功率 我們就把 匹配的時候 把這個 是 等於五福特 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這個裡頭去 它的功率 是最大的 就是這個 字